在冬天开始以后呢 我们就是要早睡晚起 早睡晚起符合养生的原则 我们先来看看冬天需要吃什么样颜色的食物 我们有做过说 这个春天要吃绿色食物 因为绿色入肝 春天要养肝 那夏天呢 我们要养心 那红色的食物入心 所以我们要多吃红色的食物 秋天呢 我们要润肺 白色的食物入肺 所以我们多吃白色的食物 那到了冬天 我们要养哪里呢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肾脏 养肾脏 所以呢 我们要多吃黑色的食物 我们首先来看哦 这个冬天要吃的 我们说黑色的食物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黑豆 紫米 还有黑芝麻 这些都是温暖我们身体非常好的 当然如果手脚比较冰冷的朋友 还可以加点红枣枸杞 然后这个黑 这个葡萄跟这个蓝莓 反正像这黑色的食物呢 黑色都入肾 就是钙铁都比较多 花青素也比较多 颜色越深的食物呢 其实它的营养素是越多的 所以黑色的食物 它的矿物质都很多 它的花青素都很多 是滋养身体 很好的食物 所以冬天我们比较weak 需要更强壮我们的身体 需要更多的免疫力 所以我们要多吃这种富含各种营养的食物 才能保健我们身体健康 所以我觉得老祖宗的观念是对的 一提到要补冬大家就会想到什么姜母鸭啦 什么烧酒鸡啦 麻油鸡啦 羊肉炉 其实现在吃真的都不适合 尤其你的体质啊 如果常常长痘痘啦 然后常常嘴容易破啦 然后这个手脚呢都不会冰冷啊都很热啊 那这个人呢你可能更不适合吃哈 所以我们要吃什么来比较比较补冬比较好 就是我刚刚介绍的这些啊 比如说像大白菜啦 萝卜啦 豆腐啦 这个豆皮啦 这些冬天比较盛产的蔬菜啊 或者比较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 其实是现代人补冬比较好的食物 黑豆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的高 它有18种氨基酸 其中包括了9种我们身体必须的氨基酸 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30几%啊 340%啊 对如果没记错的话 所以呢 甚至比牛奶啊肉啊什么都高 黑木耳啊 这个黑木耳呢 在这个季节也是非常适合的 尤其是它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很多 这个杂质带出去 然后它的那个酵素 还有它的植物碱呢 是可以帮我们把身体里面的石头 各种结石是溶解排出的 所以这也这点也非常棒 他们说冬天要补肾 肾足骨 其实就是要补充我们的骨质 我想这跟老年也一样 因为老年就是我们人生的冬天嘛 人生的冬天最重要的就是骨质 千万不能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 然后再加上那个肌肉量不足 肌少症 那你很容易就摔倒 摔倒以后你就卧床 卧床以后你的你的那个 机能就很快的流失啊 所以我很注意补骨啊 因为女生多半都是有一点点骨质疏松 尤其我年轻的时候运动又不足 所以我现在除了尽量运动 就尽量从食物上补充 那大家都知道黑芝麻的钙质 其实比牛奶多了四倍啊 然后最好就是说 你一定要注意它是最好用铝箔包装 因为它真的很怕见光 因为见光就会氧化 因为芝麻是容易氧化的